彭越 他本来是派了流放四川的 但是碰到了呂后 呂后把他带回来 宣布他很多人都罪状 把他临死除死 把他倒成肉酱 最后煮汤 煮了以后送给诸侯 每个人一碗 这什么做法 是不是 最后阴不被迫自死 被迫起兵造反 最后阴不被迫起兵造反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从几个方面来看 几个方面来看 第二 运用多种方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 一个是抓住最典型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主要事件和行动 来托出人物的性格 像这种是很多的性格 第二个小点 善于通过所思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点 比方说库利利传里面讲到了张汤 他儿子小时候的时候 拷打成出老鼠的故事 他把老鼠抓起来 老鼠偷了家里的粮食 偷了家里的东西 他把老鼠抓起来拷问 你东西往哪儿啊等等 他父亲看来都感到去上课了 第三个是通过场景来面 描写了战士人物的性格 这样子 像像于本集里面 这个鸿蒙宴一截子很有代表性的 很有代表性的 鸿蒙宴我们说 楚汉两军几乎达到虎兵的时候 如果兵起来 像于肯定可以把刘邦打掉 但是刘邦这个人很机智啊 还有政治家的手腕 他通过张良通过相波 最后是化现为夷 是不是啊 这个处理得非常好啊 假如没有鸿蒙宴 刘邦逃走的话 以后也没有刘邦把相于灭掉这个事情了 是吧 第三个字 调动各种的语言技巧 语言的技巧 调动各种语言技巧 你像《死记》里面很多 不是普通话 很多不是普通话 很多是图语 大家看看 沉硕 忧死的伙伴 听说沉硕 到了城网了 大家都去看他 一进了宫殿以后 大家看看他们讲的什么话 忧死为王 腾腾者 这不念成诚 不念腾腾者 忧死是我们江泽这一代的一个土话 忧死很多 忧死为王 腾腾者 这个承受为王 你看那么多东西啊 他原来是长工啊 对不对 雇农啊 有什么东西啊 以前帮人家种地啊 你看他现在房子那么多东西 女人那么多 什么东西都那么多 你怎么混得那么好啊 是不是啊 大家都累 结果大家一起酒喝醉了 饭吃饱了 高兴的时候 大家都锁落 陈胜以前 做长工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说不定做长工的还偷东西 对不对 还是什么事 什么丑事都把他抖出来 有人去告诉陈胜他们说 他们住在这里 对你威信有影响 陈胜活去了 把他们全杀光了 全杀光了 陈胜老朋友一个都不敢来了 是不是 这个事情不是政治家的做法 所以史记的语言呢 大部分它是用文言的 不是用白话的 但是里面呢 它引用了一些民谣言语和说语 史记里面呢 它还有一些对话 它显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里面呢 很多是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描写的 我这里就简历的讲一讲 大家文学史里可以看看 文学史里讲得很全面 这个史记就是艺术方面的成就 还有一个呢 史记的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这个是非常大的 史记这部书对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影响都很大 是不是 它里面歌颂了很多的英雄人物 你像项羽 姓林君 侯颖 鲁 仲莲 令香鲁 这些人的思想品格啊 对我们后代整个中华民族的人们的思想品格的形成 都有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影响 还有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呢 那么自汉以来的很多作家都从史记当中 得到有益的启发 从汉书起所谓证实 基本上它的体质形式上都是成写史记的 成写史记的 在很多小说当中 在传记文学当中 都是成写史记的 我们中国的博士典的时候 我们现在规范了古代文学 新当代文学 什么文学 我们中国的第一个 你像复旦大学 原来一位老先生 老教授叫朱东润先生 他批的原来传记文学的博士典 现在到了叫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典 当时因为朱先生是我们中国传记文学写的最好的 你像张居正大传 雷鸟城传 不写的非常好 罗友传 他也研究过很多人的传 他写得非常好 周先生我对他非常佩服 他这个传记写得特别好 尤其他的史记 他带着博士典道 有研究史记的 研究得很好 传记文学 所以传记文学的源头 就得史记 所以史记 还有了史记的明清一点的 通知小说和戏剧创作一定的影响 大家很熟悉的霸王碧基 就是史玛前陛下的那个楚霸王 都给下兵败子前 他跟宇姬的一个分别 分别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史记是很重要的一部史学作品 也是一部很重要的文学作品 那么希望我们大家 我们上课时间很短 希望大家呢 利用课语时间呢 把我至少把我们作品选里 选的几篇史记 一定要好好地懂一懂 那么其他的史记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包括买一部放在案头 经常可以翻翻走走 和他的汉书 讲了史记以后 史记我们讲了一个星期多一集课 那么我们用一集课来讲讲汉书 星期四开始我们讲汉语符 因为我想秦汉文章很重要 秦汉文章还是要给大家好好讲讲 班固的汉书也很重要 班固的汉书 班固叫班梦坚 他的字梦坚 他是福丰安令人 就是我们今天陕西咸阳人 他的幽年 他聪慧好学 九岁能着文 诵诗书 十六岁若洛阳太学 不然群惊就留百家子言 所学无常是不为张俊 举大义而已 他不喜欢一个字一个字的刻住的解释 他喜欢通多一篇文章 了解他的意思 就是大义 他的性宽和隆重 不以才能高人 比较谦虚 因此呢 当时的儒者 对班固还是比较钦佩的 评价比较高的 他二十三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班彪死了 班彪死了 那么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守孝守了三年 在汉民帝永平元年的时候 就是公元前五十八年呢 开始私下的转汉书 汉书 有四个人参加了汉书的写作 这个是我们从今天的观点来看 一个是 一个是班彪 就是班固的父亲 第二个是班固 这个是班固的妹妹 这个是马薛 班彪 班固 班昭 马薛 四个人写成的 实际上从收集材料 他父亲就已经开始了 他父亲开始了 那么他呢 写有人去恐告他 撕给国死啊 他背部若约 因为他是东汉时候的人嘛 东汉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西汉已经过去了 他就想把西汉的一段 他认为 司马迁那个死记啊 司马迁死记 今天我们来看 他没写下去 他到汉武第一队 他就没写 以后就没有了 没有了 那么西汉到王王淡汉为止 已经成为完整的一个体系 那么他想把西汉一段的死寺 把它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 整理出来 他就开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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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有人去告证 说他撕撰国死 那五年以后呢 有人去告 那本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撕给国死是有罪的 他就被捕若约 他的弟弟叫班超呢 上书解释 那么汉明帝 汉明帝 约读了他著作的粗稿 不但没有惩罚 反而对他的才能啊 十分的赞许 早为兰腿令死 啊 汉明帝不但不定 担过的罪 认为他并且有才能 他这个书还没写完啊 你继续写 并且让你做 兰腿令死 兰腿令死 过了一年呢 就升他为狼 典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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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进入到 中央的一个秘书机构里面去 啊 并继续汉书的编撰工作 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呢 到汉章帝建出青年的时候呢 他基本完成 啊 那么这部书的另外一部分的字表啊 是他死了以后 与他的妹妹班昭和马薛两个人学成的 那么汉章帝的时候呢 班固升为玄武司马 啊 与诸儒讲论五经同意 与白虎官 转成白虎通德论 啊白虎通德论 班固还是很有询问的一个人 啊很有询问的一个人 那么在汉河帝永元元年的时候呢 呃 大将军斗仙出征匈奴 班固为忠护军 啊他用班固啊 为中户军随军出征 我们大家知道 这种大将军都是后宫 都是后妾啊 后来斗仙呢得罪了以后呢 他的他的 因为斗仙 那么后来牵连到班固啊 班固下约死 那么六十岁 啊六十一岁 我们看一下公元三十二年了 公元九十二年吧 啊应该是刚刚六十岁啊 六十岁 啊虚灵六十一岁啊 啊去世了 所以他死了以后 汉书没变完 他的妹妹班昭 和马虚两个人把他学成了啊 啊学成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 呃 考试的时候啊 呃 呃 我叫大家写出汉书的四个作者的词 大家都要写得出来 啊都要写得出来 啊都要写得出来 汉书的作者 所以我这里呢是 就是班固的父亲班彪呢 采集前死疑似啊 租后传数字卷 他后传呢 主要是想给司马迁这个死记啊 租后传啊 租后传 后传是地球死记的 不能夺离成书 啊 后来班固呢 干脆把他全部都收到汉书里面去了 啊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的断代死 断代死 那么汉书的体力 我们看看汉书体力 他是断代死 死记是通死啊 啊 那么汉书在体制上呢 全写死记 只给书为字 取消十家 并了列传 他有十二记 就本季有十二篇 有八个表 有十个字 还有七十篇的列传 一共一百篇 大家注意啊 他取消了一个史家 他把史家都变到列传里面去了 都变到列传里面去了 都变到列传里面去了 那么他迅说呢 从汉高宗元年到王王帝王四年 一共两百二十九年的断代的历史 断代的历史 那么死记汉书啊 我们以汉书我们今天可以评价 如果把他跟死记进行对比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他里面 知道思想方面也有不同 司马迁我们大家知道 他是继承这个 他的父亲司马谭的 有些方面的思想 司马谭我们大家知道 他对于道家的思想最为推崇 他其他国家都有所批评的 批评的 我们今天从书本里面体现出来的思想体系来看呢 儒家的观念在班固的汉书里面体现得更加的特殊 体现得更加的特殊 那么我们今天的书里面呢 选了一篇叫做《苏武传》 《苏武传》 《苏武传》我们在高中介里得过吧 得过了没有 高中介里得过没有 没有 没有 我们今天呢 反正今天我们这节课把汉书要讲完 讲完 我们先把这个 大家看到屏幕上面好不好 我们把汉书四五段 我们思想艺术先讲 讲了之后我们再讲汉书 能讲多少我们就讲多少好不好 下一节课开始我们讲汉书 汉书当中写的最好的人物传记是《苏武传》 苏武传 苏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他是汉武帝的时候派他到匈奴那边去当死者 匈奴跟汉朝的关系死好死差 经常如果关系不好了 他就互相把死者就克住了 结果苏武就被匈奴扣在那里扣了十九年 你想想一个人一辈子有几年啊 他留在墨北留了十九年 十九年啊 在那里并且生活得非常的艰苦 他不怕威胁 不守利忧 并且中间有很多人去劝向 其中有一个人就李林去劝向 最后苏武都拒绝了 最后汉武帝死了以后啊 苏武还扣留着墨北 到最后的时候呢 他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 回到自己祖国 像 像他这样的地位 像他这样子的品格 那么班固在汉书里面的苏武是大家赞赏 大家赞赏 专门为他的那个传 我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军爱国的一种思想的一种鼓励 鼓励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篇文章 好吧 看看这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书也可以看屏幕啊 大家可以看书也可以看屏幕啊 书本里面有注释的时候大家对着看啊 五字子清少以夫人兄弟并为狼 烧千字以种旧见 十汉连法胡 素通死相亏 苏武呢 他的字呢 姓苏名五字子清 少以夫人兄弟并为狼 他年纪很小的时候 因为他父亲斑标在朝廷里做官呢 兄弟一进去就作为狼官 狼官 烧千字以种旧见 以种旧见 他呢 慢慢的升官 千就是升千 千到最后呢 是宫廷当中的 宜中旧见 汉宫廷当中的宜远 宜远是什么呢 就是马盆 他管马的 他的宫廷里面呢 管皇帝的 安马阴泉设立的用具 他做这个管 这个管 那个时候 汉连法胡 素通死 窥官 那个时候呢 汉队跟匈奴啊 经常互相打仗 互相打仗 那么 大家都要互相派人 就是 就是匈奴啊 那个时候 互相派来的时候呢 互相 汉呢 匈奴流汉使者 过界路冲过等 前后十语被 匈奴的使者呢 汉也流子 已相当 我们这书本里有的 我这里怎么 下面讲事情的经过 它上面第一段 把大背景讲一讲 就是 那个时候 使者是很危险的 假如派到匈奴那边去啊 匈奴那边经常呢 他会把死者把它扣住 结果苏武就碰到了这样子的运气了 天汉年年 天汉年年 天汉年年的时候呢 有个匈奴 有个匈奴 却屈奴 却屈奴 屈奴 屈奴 船语粗略 那个时候呢 屈奴和船语呢 粗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汉武大帝的电视连续剧啊 电视连续剧里面有些 匈奴 船语之间的位置啊 大家互相抢的 抢了之后啊 他怎么样抢到的 我们看电视连续剧里面 写得非常之的 生动啊 那么 屈奴屈奴 成语粗略的时候呢 孔汉邪子 他表了个态 他说汉天子 我丈人行验 他向外面宣布啊 汉天子跟我关系很好啊 汉朝的天子呢 是我的丈人这一辈的啊 因为我们汉朝 我们大家知道 从汉高中开始啊 就不断的派人和亲啊 和亲 就是送一个女子过去啊 送一个东西过去 和亲啊 和亲的政策 我们大家知道的啊 我是你的老丈人啊 还有很多的陪嫁给你 那么一般来说 希望他不要来侵扰我们的边境啊 那么 那么 寄居地 寺宇呢 寺宇呢 把死者 刻在那里的死者 露冲过等都送回来了 武帝加齐义 乃前无疑 忠郎将死慈禁 送匈奴死 留这汉者 因赫洛传语 搭起善意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苏武呢 的那个官啊 叫中郎将 啊 死慈禁 死慈禁呢 就是手里拿了一个东西啊 拿了一根禁呢 就代表 我是天字的代表 因为我们今天算是 他命全权大使啊 皇帝派我来啊 皇帝派我来 皇帝派我来